哈囉今天是2020年4月15號 現在是下午3點多 一個非常愛綑的時間 但我要分享今天蠻開心的事 就是今天天氣很好欸 就是出太陽而且又不會太冷 喔我真的受不了太冷的天氣 我覺得我可能老了 而且天氣好就會讓人 比較有生存的意志欸 這你至少會有一種 今天可能會過得不錯的錯覺 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我覺得蠻開心的事 就是我剛去領我超商預購的口罩 然後它是用牛皮紙袋裝 然後就是一疊九個口罩 欸那感覺拿起來 讓人覺得蠻幸福的欸 算裡面不是裝錢 但是有一種很踏實的幸福感 這樣你們懂嗎 還是就是 我想太多 太有感觸 好啦反正就是 大家還是要注意身體健康 好好防疫 OK 今天要聊的主題呢 算是開啟或給我靈感 創作這個形式的東西 嗯 那它就是 Podcast 台灣好像 蠻少人在聽Podcast 相較於國外的話 因為這在國外好像蠻順行的 那我為什麼會被這個東西吸引呢 是因為我小時候 搭車 就搭我爸的車的時候 他車上常常會放廣播嘛 就會聽很多Radio 就是播音樂啊 或者他會講一些路況啊 一些小物事之類的 我覺得很有趣 就很像有一個人陪在你旁邊 然後會跟你講一些 很多元內容的東西 我覺得很棒 那種感覺很棒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 晚上打車的時候聽廣播 那種感覺特別好 然後到國中的時候 我就更愛聽 因為那時候會有什麼 Hido排行榜 我就會每個禮拜六 還有禮拜天的中午12點 我就會馬上去收聽那個西洋排行榜 就很喜歡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是 我發現Podcast的好處是 其實我今天要摺衣服 或者是 要幹嘛 做一些瑣事的時候 我不想太安靜 我想要有人的聲音陪伴的時候 我不肯開Youtube影片啊 就雖然還有聲音 可是它是盯著螢幕 那如果是Podcast的話 你就可以 開著 然後去做自己的事 我覺得這很棒 其實也蠻想嘲嘲看這個方向嘛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 有一陣子是蠻想當DJ的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只是 電台的那種 那這個感覺蠻相似的 我不知道 之後 有機會的話 應該是會想要試試看 什麼是Podcast呢 其實應該你們上網Google就可以查得到啦 那我還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我參考關鍵評論網的楊士范先生的文章 還有家綺Kiki媽咪愛創業的網頁 來稍微介紹一下 那Podcast呢 它的中文就是播客 它是起源於iPod加Broadcast的這個組合 Broadcast其實是廣播 所以有人說Podcast像是廣播 它是一種聲音的節目 但它其實跟廣播還是不太一樣耶 就Podcast是你可以隨選隨聽 而且你可以回放 你也可以改語速 那廣播就不行啊 你就是要在那個時段去收聽 你才能得到這個內容 然後它也有訂閱功能 就是假設你今天訂了一個人 那它有新節目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出現在你的訂閱請單 這概念就有點像是你去訂閱YouTuber 然後如果你想要做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也算蠻容易的 就你只要把你的聲音檔案 放在某個網路空間上 然後你去製作一個RSS feed 就是訂閱功能 然後把它交給你想要曝光的這個平台 那在他們的APP裡面就可以找到你們的內容了 所以它是一個算蠻好入門 但是無意經營的一個東西嘛 嗯 就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試試看這樣 欸好了 我剛剛忘記跟你們說那段可以快轉 哈哈 沒有我只是想跟你們分享一下 什麼是Podcast 但是聽起來就是很無聊耶 我自己就覺得 啊怎麼那麼無聊這樣 就 I'm so sorry OK 那現在我來推薦一下我比較常聽的秀 但其實我沒有到真的很常聽耶 只是這陣子就是想到會聽一下 嗯 那我第一個要推薦的呢 是白鄰國news 那news嘛 所以它就是在講新聞 但它講的是國際新聞 然後是Ken跟Kelly這兩個主持人 那他們博報的方式 就不是你想的那種傳統的新聞博報方式 也不是BPC內容全英文 不是 他們大部分還是講中文 但它還是會夾雜一點英文 因為它是白鄰國喔 懂嗎 雙語 然後 他們都蠻有自己的想法的 然後 道德有彈性 講話也沒什麼保留 這樣你們懂嗎 就如果你 不是很能接受 非傳統類型的 這種說話方式的話 你可能會受不了 但我自己是覺得蠻有趣的啦 就是 你不會覺得很無聊 而且他們會打他嘴炮啊 講些 有的沒的 就人家跟朋友聊天 然後順便聊 國際時事這樣 你可以順便聽到一點東西 我自己是蠻喜歡聽這個啦 就是 如果我在 做一些 不太需要 灌注精神的事的話 這就很適合 陪伴 然後再來是 我有聽過幾次的 千萬慢慢說 那他這個就比較像是心靈類 就是 他是在講 生活嗎 嗯 類似這種 就他會有什麼 心靈成長啊 好書倒讀 生活情談 這種 那 我會挑 主題來聽 比如說我可能 今天 有點煩惱 不知道怎麼拒絕別人 然後今天剛好就有一個 如何善意拒絕別人之類的 這種 的話我就會稍微收聽 而且他的聲音就是 這種溫柔吧 就是你會聽了有種 比較冷靜的感覺 所以喜歡這個類型的朋友就可以去聽 再來有一個是 最近爆紅欸 很好笑 就是他是 蠻神奇的人 就是古矮 他的節目叫古矮 股票的古矮 真的矮 然後他是最近竄上來的 那他講話其實 蠻有趣的 但是 如果你不太懂股票的話 就是你還是要補一點知識在於聽 不然你會聽不太懂 然後我覺得 他講的東西 算蠻有內容的 只是我還沒有聽很懂 所以我推薦給 有色略股票的人可以去聽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呢 是我 偶爾偶爾偶爾會聽的 就是我在通勤的時候覺得 我今天不可以在聽 因為不可以在看YouTube影片 然後在學點什麼事 我就會打開這個 通勤學英語 那他通常就是15分鐘 然後他可能會講一個文章之類的 但他的好處是 你點開他的那個技術 然後他那邊就會有他中英文 這篇文章的內容 所以就可以一邊聽一邊看 就你不會聽了聽不懂 就你還有東西可以看 也不是只有英文 還有翻成中文 可以讓你對照這樣 我覺得蠻方便的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的 Podcast的內容 如果你有在收聽Podcast 你發現什麼超級有趣 或覺得很有用的Podcast頻道 拜託拜託拜託分享給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 因為我最近就是 算是有點著迷於這個 所以就歡迎分享給我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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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